廉集跟交期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綜合練習的這一題 那所謂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其實這一題主要是判斷什麼 判斷它的體重是不是標準 那怎麼判斷它的體重是不是標準 那各位可以看到那個主要針對那個 它的追覽 裡面有個增減體重百分比 那所謂增減體重百分比意思就是說 它跟標準體重相比之後 相差多少 那比如說像這個是百分之二十七點六的話 意思就是說它要增加 它原來的體重要再增加 百分之二十七點六 增加百分之二十七點六 那意思就是什麼 它怎麼樣 應該過瘦吧 要增加百分之七點六 那另外如果負的話 負八的話 那表示它過胖 要減 其實就要減肥的意思 就像我最近也有點發福 所以昨天來到這邊就 騎腳踏車 就繞一下那個 台南 順便 觀光旅遊一下 然後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要判斷什麼 它的體重到底是 標準跟不標準 標準是在 正負 百分之五之內 如果不標準的意思是說 如果它正負百分之五之外的話 那就什麼 過胖 或者是過瘦 OK 那這個地方我們要怎麼判斷 邏輯 這個邏輯就比較不好那個 就是如果你用剛剛那種 兩重邏輯 就不夠 為什麼 因為 這邊可能 如果我今天 以那個不標準當判斷的話 那不標準是 一定是什麼 它一定假設 畫個那個 一定是在 這一條線是 百分之五 這個 百分之五 以上 這一條線是 百分之 負百分之五以下 這有點不平 所以畫起來有點歪歪的 那 這個上面 這個百分之五 以上 跟這個以下 這個以下的話是 過胖 這個以上是過瘦 中間這一塊呢 才是 標準的 所以這樣的邏輯 上面的跟下面的 它沒有交 交叉的地方 所以會有兩個可能 那這個地方 就不能用交集 而用連集 連集的話在Excel裡面 是用 或 那如果交集 是用and and是交叉的地方 那以這一題來看 其實這兩個邏輯 用and或用偶都可以 怎麼說呢 如果你用偶的話 可以判斷 上面的跟下面的 有沒有 如果and是交叉 就是說如果 這個以下 而且 這個以上的話 是有個交叉的地方 那就表示標準 所以這一題 基本上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用什麼 用連集 用偶來做 一個是用and來做 都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那個 邏輯觀念 那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做背注 插入函數 那我用if來判斷 if什麼呢 增減體重百分比 他如果怎麼樣 假設了 先用oh來做 或 可是問題 格子只有一個 但是我判了兩個 一個是過胖 一個是過瘦 一個是過胖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一個邏輯 如果你要放兩個 如果你要用偶爾 記得喔 前面加個偶爾 當然你也可以用 額外插入函數 不過我是建議 因為 這種 這個函數 很簡單 自己打上去 偶爾 錢瓜糊 第一個邏輯告訴他 如果這一次 假如說大於什麼 大於 百分之五 第二個邏輯 中間加豆點 一樣是這一次 如果小於 負反入 兩個 這不就啊 這字有點小 這邊是偶爾 先打個偶爾 錢瓜糊 這一次如果大於 大於 反入 豆點 中間加豆點 那如果未來 你有兩個以上的連擊的話 那你可以再加豆點 再加豆點 OK 也就是說呢 你兩個條件 接下來如果 這兩個其中一個為 初的時候 那就是不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 輸入不標準 反之的話 就是標準 然後反之 反之 就是 False 就是標準 好 那可以看 怎麼這個邏輯 主要這個關鍵在這裡 連擊的意思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不標準 向下填滿 只要在正負 5%之外的 都是 不標準 在正負5%之內 都是標準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其實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用AND 假設啦 剛剛是用歐 如果你用AND AND AND是什麼 歐是連擊 就是他們沒有交叉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用AND可不可以做出來 其實也可以啊 剛剛有講過嘛 不過判斷的依據 就是要顛倒 判斷標準的 什麼時候判斷標準 就是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IF 然後那個邏輯圖是AND 所以打一個AND AND 錢瓜糊 如果這一次呢 他怎麼樣 我要交集 交叉的地方 他怎麼樣呢 小於 而且他等於5% 5%也算 算標準 痘點 交叉吧 這個以下 負-5%以上 所以第2個是 這一次 如果是大於 等於 負-5% 以上 交叉的地方 有沒有 所以你看那個 交叉的地方 那就是怎麼樣 他有交叉到 就是交期 AND是交期的話 那我們就什麼 就是標準 反之就是不標準 OK 這樣應該 看得懂那個 邏輯敘述吧 兩個做出來結果 結果一不一樣 其實你按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做出來結果 居然一模一樣 各位不用驚訝 因為 本來就是會這樣 很多的 題目 你 邏輯不同 但是 結果 有的時候因為 我敘述也許用 或 或 或 我 也許 做出來 我以為是用AND 可是結果還是會一樣 OK 所以 這個地方主要是在 了解 所謂的 用偶爾 跟AND的差異 請各位就是看一下 我們邏輯的部分 邏輯剛剛 這個圖好像沒有補上 這個可能要在 這個可能 原來基礎課 可能想說這個會 會在進階課講 所以 這個 好沒關係 反正這個地方 大概 先了解一下 所以在講義裡面 可能沒有 那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要 得到那個 就是 更多的訊息 我剛剛講過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雲端上面 如果說 有些講義裡面沒有了 那你想知道更多 其實在雲端 我剛剛講那個 98QTHK 那個 GEO連結裡面 一樣有個雲端白板 一樣有邏輯函數 邏輯函數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程式 這個裡面當然 除了說 有剛剛做 最後做完的東西之外 甚至裡面還有 所謂的VBA 這上面也都有答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 就是 試一下 那這個地方 那你先看看 你先來看 可以 我來看 我來看 你 你 我來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